我们来看红色那一本,它的50ml per second要换成L per hour So,你的50ml per second的时候,你把它想象成50ml per second 你的心里想,这一个加多一个E,然后这一个变大放在这边,然后这个放去到下面 So,在这一边,我们知道我的L跟ML之间的关系是1L等于1000ml 然后,所以我从ML去L的时候我就除1000 一小时就60分钟,然后一分钟它就60秒 然后,我要从小时去分钟的时候,去秒的时候,我就乘3600 60乘60,就等于3600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呢,我就除3600 所以在这边,我的ML要换成L的时候,我要除1000 然后它就变成L 我的秒要换成小时的时候,我就除3600 然后,它就变成小时 然后,这一边呢,你可以看我那个放分数的video 然后,我们小的分母T去另一边 OK 分数里面有分数,小的分母T去另外一边 所以,它会变成50乘3600 再除以1000 然后,接着我就可以越键 00月,00月,00月,00月 所以,最后是5乘以36 630,上我15,180 然后,是Liter per hour 所以,它是180L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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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 hour 感谢观看